欢迎来到贝尔的厨房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做滑蛋虾仁 鸡蛋三颗打入碗中 用筷子将鸡蛋打散成蛋液 虾仁110克先用纸巾吸干表面多余的水分 虾仁上若有铲鱼的水分容易产生弥腐的口感 所以要将水吸干才能保留虾仁的脆Q度 在装有虾仁的碗中加入一克盐 用手稍微抓拌一下 让盐均匀拌入虾肉里 接着加入两小匙蛋白 及1.5克太白粉 再次用手抓拌 让蛋白及太白粉均匀裹在虾仁上 然后让虾仁静置腌渍入味 这样处理过的虾仁会比较有味道 且有滑Q的口感 将两只葱切成葱花 切好后将葱白及葱绿分开放 来调太白粉水 用一匙的太白粉 对两匙清水 将太白粉与清水搅匀后放置一旁备用 锅中加入两大匙油 油烧热后将锅子提起 用油稍微滑一下锅 然后将大部分的油倒出 重新开火 将葱白倒入锅中炒出葱的香气 香气出来后放入虾仁 拌炒至虾仁变色 接着加入100ml清水 再加入1克盐调味 炒匀 然后加入太白粉水勾剥芡 勾芡时太白粉水一定要慢慢加 避免一次将太白粉水倒入 让汤汁过于浓稠变成糊状 薄芡勾好后淋入一些前面预热过的油 再倒入蛋液 以锅铲轻轻翻炒至蛋刚熟即可 更煮的小碗 切茶 切成糊状 切成糊状 蛋差不多熟了以后将葱绿加入 稍微拌炒一下即可出锅 使用材料会放在影片后方结束名栏 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加小铃铛 谢谢观看